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5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立法院的第三会期已经开议了 立委刘兆豪特别针对台东县基础建设不足 为了平衡区域的发展 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尽速的来办理 花东铁路全面双轨化的计划 希望行政院能够及时的纳入 另外包括七堵南港也要三轨化 来为台东县的基础建设来尽一份心力 希望能够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办理 让这项建设能够早日的实现 刘兆豪表示台东地区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低的县市 这是因为基础建设不足 政府应该优先加速推动东部重大交通建设 尤其花东铁路全面双轨化计划 加速东部地区的基础建设 另外台铁七堵南港间的三轨化计划 也可以增进东部地区的运能 我们台东到台北之间火车票一票南球的花东铁路双轨化 在前两个礼拜已经可行性评估通过之后 再好也在立法院的总咨询当中 强烈要求我们行政院长必须具体承诺 把这项所需经费410亿的国家重大建设 纳入现在正在编列预算的前瞻基础建设当中 那行政院长林全也来当面的答应 会把这一项重大的建设工程 纳入我们即将要编列特别预算的前瞻基础建设 我们希望能够完成花东铁路双轨化之后 能够彻底解决台东的交通问题 另外有一部有一个铁轨虽然不是铁道建设 虽然不是建设在台东 但是对台东也是影响非常深远 而且是可以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 就是南港跟七堵之间 因为我们现在是东线铁路及西部走廊都共用这个铁轨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它将有一段 有一段的部分能够实行三轨化之后 也能够解决我们从北部发车到台东会拥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虽然这个整体的建设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极其直追 如果现在加紧来做好 不只是为我们这一代也为下一代奠定一个更好的生活基础 交通部表示目前已经在规划检讨调度管理 预计八月份就能够具体的实施 届时应该能够增加东部的运能 记者刘明胜台东市报导